暗夜强风中坚心移动救难人员深入山区救援 因为伊朗总统莱西周日搭直升机不幸遇上恐难 伊朗官媒紧急速报直升机坠回在国内西北部山区 聚传莱西当时是视察完边境水壩回神途中 而他最后搭机身影也曝光 疑似农务强风下能见度降低才会导致三架直升机中一架坠毁 而机上同行的不只有总统还有外交部长多名官员都生死未卜 不只俄罗斯土耳其也动员救难对无人机 无人机还疑似寻找到失联的直升机 但目前失势的地点天后依旧很糟 搜索任务只能靠着地面人员缓慢移动 因为我们有很多汤液液液液液液液 在那时的风速只有5米每秒 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听闻二号聚集为总统莱西提气 由于63岁的强硬派总统国内声势很旺 有民众难过到掩面哭泣 莱西被外界视为接手85岁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的最佳人选 人命观点下外界也开始怀疑这起意外原因是否不单纯 TVB新闻的 不过北加萨现在是炮声隆隆 以色列军队是持续进攻当中 甚至还针对了加萨的北部城市贾巴利亚进行了上战 在空袭还有坦克的炮击当中 24小时内发现了至少93具遗体 当地人还指出乙军蓄意摧毁了住宅区还有商店等等 而巴勒斯坦的民防部也证实乙军的猛烈轰炸 让民防单位是没有办法进入的 恐怕瓦砾堆下还有更多遗体 而当地居民也听从命令向北海岸移动 只是联合国的人道主义办公室发言人就说 他们根本没有安全的路线还有目的地 但现在有消息指出 以色列战时内阁的成员之一似乎在造反 要求纳坦雅胡6月8号之前要公布加萨的战后方案 拍片动员号召全网抵制美国模特尔卡丽 最近成了美国网友的眼中钉 就是这句话跟金慧帝何不食肉迷 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指控卡丽刻意讽刺加萨饥荒现况 还说要送他上数位断头台 让厂商拒绝赞助断了卡丽的经济来源 这类对立反制正在欧美如病毒式发酵 加萨冲除气个多月 以色列国内对纳坦雅胡政府越来越不满 台拉维夫周末又有反政府抗议 以色列警方却用强烈水柱驱离 让美国和英国大使都看不下去 力挺人质家属 就连以色列战时内阁部长赶辞 现在也追随民意要求总理纳坦雅胡 尽速制定加萨战后方案 他甚至不惜动用请辞下达最后通牒 甘慈提出六项战略目标 包括救回人质歼灭哈马斯 确保安全掌控巴勒斯坦领土 建立国际共治的政府等等 因为甘慈被视为纳坦雅胡的最大政敌 他这次侠民意逼宫 纳坦雅胡也不甘示弱 回响这是不明智的威胁可能重伤以色列 TVB的新闻都不到 而现在以色列就面临了内外交迫的命运 看在以色列情报机构前局长 也是现任国会议员巴瑞克的眼里 他说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是俨然落败的 他还有哪些看法呢 我们请宛柔带大家了解 再来关心以哈战争的最新进度 为了防止哈马斯的势力重新集结 所以以色列的军队最近是再次的突入 进入了这个加萨北部的区域 不过外媒路透社就指出了 以军不只重新进入了加萨的北部 其实还占领了南拉法的部分地区 也就是这个以色列的势力 又在加萨这里来了 甚至还往这个难免营这边来攻击的 这也让这当地的很多救护团队就说 他们想去救援但是却跑不过去 但现在的战争到底是对谁有利呢 来看到这一位他叫做巴瑞克 是以色列的前情报局副局长 现在也是一个国会议员 他自己就说了 以色列在加萨的战争落败 他认为其实再打下去也是徒劳的 为什么他认为现在以军是拘于劣势的 他认为说第一个当然是清剿卫国 这个哈马斯其实还是并没有被铲除的 当然以色列这里是损失了相当多的兵力 在外交上面也受挫 当然对国内的影响就是经济衰退 刚刚看到是俄乌战 接下来是在加萨的这场战争 以色列地面部队现在是持续深入加萨南部的拉法市 撤离的难民一批又一批 他们撤到地中海沿岸地区避难 从最新的卫星空照图 很清楚地看到地面大规模移动的痕迹 原来有搭满白色帐篷的七遇 以军已经全部铲平了 以色列关闭了埃及和加萨的通道 那么很多国际援助 包括国际援助的人员都受困在那里 没有安全管道可以撤 那有的义工受困已经超过两个星期 美国从三月开始在加萨沿岸搭建浮动码头 希望透过海上渠道把物资送进去 在这个星期四码头终于正式启用 以色列地面部队持续深入加萨南部拉法市 航客车在当地的东部地区集结 锁定四个哈马斯部队攻击 又造成不少巴勒斯坦贫民死伤 美国总统拜登再三警告 不要攻拉法 以色列制弱网闻 坚称目前的军事行动是有限 而非全面攻击 大批拉法居民持续撤离 前往地中海沿岸地区避难 最新的卫星图上 可以清楚看到地面大规模移动的痕迹 原本搭满白色帐篷的区域 现在全被以军产平 埃及与加萨边境的通道 是国际援助团体和物资进出的门户 一个星期前遭到乙军占领后关闭 许多国际援助人员受困加萨 一名美国医生已经受困半个月 受困的医疗人员表示 当地所有消毒用品已经用尽 病人伤口开始升区 手术台使用后也无法消毒 状况十分恶劣 他们还得时时担心 以军会攻入 美国从3月开始就着手在加萨沿岸 搭建浮动码头 为物资另辟海上输入通道 共动用了上千名美军 耗费将近3.2亿美金搭建 浮动码头周四终于完工启用 未来两天将接收海上物资 再以卡车接驳送进加萨 加萨难民对美国的协助不太领情 有人甚至反对这项计划 担心这是要把巴勒斯坦人 赶出加萨的行动 拜登政府为阻止以色列入侵拉法 宣布暂停第一批 运往以色列的炸弹援助 但共和党反对这项决定 众议院议长强身推动法案 要求政府必须遵守原外法案 提供一国武器 16号法案在众议院表决过关 拜登表示会否决法案 国际社会也试图用其他方式 阻止以色列对加萨的迫害 南非请求国际法院下令停止攻击拉法 美国校园挺巴勒斯坦的运动 持续发酵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抗议者 占领了一栋教学讲堂数个小时 警方周四从学生手中夺回了建筑 之后又拆除帐篷 学生坚持不离开 与警方对峙叫嚣 数十名学生遭到逮捕 芝加哥地博大学的学生扎营抗议 警方进入强行拆除 纽约大学的毕业典礼又有数十名学生退席抗议 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好了关注的是国际之间挺巴反语的运动持续 从校园到社会 首先呢五月中美国各个学校陆续举行毕业典礼 在学运的镇央美国东北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典礼上 有大批学生在毕业帽上贴上了挺巴标语 戴塑胶手铐来抗议 而纽约大学毕业代表致辞的时候 也同样公开表明声援挺巴的立场 在学生之外 欧洲葡萄牙 黎巴嫩 约旦 很多人为了抗议战争走上街头发声 但是也不幸的演变了很多跟警方相互之间的暴力流血冲突 毕业季到来 美国各大专院校毕业典礼接续登场 但因为近期爆发 凡一挺巴示威潮 哥伦比亚大学六日就宣布取消 原定15日举办的大型全校弊典 部分科系自上周开始陆续举办小弊典 但还是有学生在毕业帽上贴上挺巴标语 塑胶手铐抗议 除了学运镇央哥大外 自4月22日开始发起挺巴示威的纽约大学 15日的毕业典礼现场 出现十几名学生在校长致辞时离场抗议 毕业生代表上台致辞时 也抓住机会表达立场 让典礼会场充满浓浓的反战气氛 位于南欧地区的西班牙校园内 凡一挺巴运动火炬也仍未熄灭 各校内仍有学生静坐扎营 战接抗议 而为捍卫巴勒斯坦权益 西班牙政府也考虑在5月21日 协同爱尔兰和另外几个欧盟成员国 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 并促席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为声援美国挺巴抗议学潮 以及纪念1948年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进行种族灭绝的灾难日 15日黎巴嫩的贝鲁特美国大学外 也出现大批学生民众齐聚抗议 他们手中高举巴勒斯坦国旗 口中更不停呼喊反对加萨战争 与反以色列的口号 反战示威朝也早已从校园向外 延烧到了民间 大批越南民众也齐聚首都安曼的 联合国办事出外游行 在这个战火下的特殊纪念日里 当地民众首举巴勒斯坦国旗 与警对峙 口中高喊反以反美口号 在以色列驻雅典大使馆外 15日也聚集了超过2500名民众 宽阔的马路上 可见一行人浩浩荡荡 从雅典街头一路步行到大使馆外 部分情绪激动的抗议民众 还对着在使馆外拉起封锁线的警察 投掷石块 警方也强硬回击 举起催泪瓦斯向失控的示威群众发射 双方爆发激烈冲突 葡萄牙十五日晚间的静坐首页活动相对温和 民众齐聚里斯本点上蜡烛 在纪念1984年灾难日的同时 为深陷战火中的加萨拉法难民祈福 根据联合国声明 截至4月30日为止 加萨已有两万五千人罹难 在已确认身份的死者中 有20%是女性 32%是儿童 并有80%是长者 14日一台联合国职员搭乘的车辆 在加萨南部遇袭 造成一名印度人丧生 也凸显当前在加萨 确实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TP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